字幕台湾 字幕台湾 讨论 字幕台湾 时隔1005个日子 我终于再次到机场乘坐飞机了 这次抵达的终点呢 是新加坡 这里是金沙酒店上面的一个联通桥 然后它通往的地方是Gardens by the Bay 一个很漂亮的滨海花园 来看一看吧 有看到远方阿凡达的花...阿凡达树吗 地结 我今天有绑辫子 我要给它地结 我买了这个Gardens by the Bay Claw Forest的票 这是阿凡达主题 不然走到哪里都有那种音乐配乐 让你置身在好像阿凡达乐园里面 你看后面这里 就有音效 然后是听得到好像它们之间在对话的感觉 然后还有这种蕴蕾 超发草草的 也是好漂亮 你看 里面有动物吗 然后晚上它刚刚在震动 好像有动物在里面走的感觉 嗨 好好笑喔 我发出声音感觉 有点顺利其境 真的有恐龙在这里的感觉 这里是要克制到我自己的Avatar 来看看我会变成什么Avatar 导楼完成了 它是我173公分耶 我根本不大 然后我变成305公分的Avatar 我的基因在结合中 Programming 完成 我的鼻子好大喔 耶 回于我的Avatar 就是 那是蛋糕 接下来是车卧 好像都会绕着这个整个区块的外围 一路走下去 想不到这个小小的穷汤 现在有七层楼高 我现在就在七楼 所以这样看下去其实还挺壮观的 我现在在这个花园的空桥上 听说我很紧张 因为其实很高 然后我很怕我相机掉下去 可以看到这边是金沙酒店 然后我的后面是很多这种阿凡达树 一定要给你们看看这里有多高 说实话我刚刚把那个镜头攀开来的时候 我在冒手汗 好热 晚餐时间到 现在要来吃晚餐咯 我在金沙酒店的商城里面找了一间餐厅 看看吧 好漂亮的餐厅咯 我觉得这里设计的好美很有氛围 然后这里是吃日料的 而且开到门晚 所以就算你逛去逛很累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都可以来吃 这边last order到11点15 现在就期待一下我们点的餐点会是如何 招牌的挖酒鸟杂和牛饺子 低脂哦 好好吃啊 好美 炸鸡 炸的好漂亮哦 炸的好漂亮哦 现在呢要来无边际泳池 我要趁现在泳池没有人在拍照 赶快去拍照 大家都在岸边休息 好冷哦 我现在这边泡到水 我上面还不敢泡到水 因为我觉得好冷哦 而且有风 今天我觉得应该是新加坡的冬天吧 渐渐不那么冷了 渐渐可以泡下去了 我决定我要等着泡下去看看哦 但投不下去 免得洗脱很累 1 2 3 好冰哦 我要下水饺 我是跳蝦 好吃 刚一开始下来的时候比较冷 因为现在很舒服 我决定带来都有几次了 我决定带来都有几次了 Shangri la 今天入住的饭店呢 是盛桃沙的香格里啦 这里呢 这边就是海了 然后有沙滩 所以它就是泳池 然后外面就是海 就可以直接在海边游泳 然后玩沙 然后晚上的夜景好漂亮哦 而且海上有那些货船 然后货船都会打灯 就意外的很像海上的星星一样 很漂亮 我觉得这里夜景很美 白天就很像是海岛饭店的那种度假风的感觉 但我觉得晚上真的太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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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刚刚看完那个水舞灯光烟火秀 很精彩 那个水舞秀搭配那个灯光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现在呢是大概八点了 我们要去吃饭 说是全球前十三名的牛排馆 来到了这间牛排馆 点了一些前菜 生牛肉塔塔 然后还有干贝跟这个墨鱼 哦这个是主食吧 墨鱼意大利面 它们的海鲜味超级入味 恰到好处的海味 然后又不会太咸 这牛肉 越嚼越香 而且它不会有很深的感觉 口感 干贝 这烤的熟度也太完美了吧 太宁愿了 但是你都脆弄到 然后转到奶鱼 正面的С给你吃 那是粉丝 热眼沙盖肉 最新鱼也要吃辣了 看 十五满色 你吃的 热眼上盖肉 还是处于压悉的 好吃 好 哦 而且怕生的人都不用怕 只是一點都沒有那種生的口感 吃飽飯了 然後到餐廳附近的這個Riverside這邊 有一種高雄愛河的感覺 你看這裡有個螢幕 所以世界杯足球賽的時候 如果在這邊喝酒看足球 然後在這個河邊 夫婦何求 散步散著呢 一路就走到了這個克拉克馬頭 就是類似台北的東區 它在夜晚的時候會非常的熱鬧 有酒吧啊 唱歌的地方啊 之後有機會再來感受一下這裡的夜生活氛圍 在山格里拉飯店要準備吃早餐了 今天早餐非常的豐富 我先拿了兩個 早餐吃完再去拿其他的 這是拉薩 我來這裡就一直很想要吃拉薩 終於在飯店吃到了 這個不知道不知道是什麼 想說來試試看 蠻好奇的這是什麼 在印度區 它這裡的餐廳就是一區一區的 這不知道是什麼 辣 超辣的 超辣的 那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 你告訴我這是什麼嗎 我們住的山格里拉聖陶沙呢 現在在這個 Filoso Point Station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坐這個攬車 要坐Cable Car去 玩那個滑草車 滑路曲 然後還有Skyline 好kay 看看我們在那裡 好多久 我想說還是真的 她在那裡 就行 要急嗎 我知道 要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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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 對Mapa都這樣 左右左右嗎 好好玩喔 而且我觉得我的速度超级快的 超越超多人的 我根本就是天生的路好熟啊 天生好熟 哇 后面的风景还不错耶 其实往下看也还是蛮可怕的 觉得因为这缆车很慢 所以很可怕 感觉真的很高 我觉得我的脚已经湿了 新加坡章鱼鸡场最美丽的地方 很漂亮的瀑布吧 今天这个新加坡旅程呢 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点 在这边就是觉得很开心 就是有机会 可以在疫情过后 第一次这样飞飞走走 然后吃吃喝喝玩不玩 然后有很棒的体验 那我觉得这次其实最想要分享的就是 我就是使用的Sony 这一台第一衣型的相机 它真的是非常的轻便 然后最主要的是 我超喜欢这颗镜头 就是10到20的镜头 它很广角 所以当我自拍的时候 也不会牺牲掉整个被子的话 让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是 拿着然后记录下 我所造的一个风景 很开心 这段旅程 就这样子到一个段落 期待很快有下一趟旅程 然后我再分享更多 我出去玩的 有趣的故事给大家 那就下次见啰 拜拜